瓦剌就要发动战争了 瓦剌也先要求赔偿 牧民的损失 包括克俭杀死的那些 牧民家眷 性命折合成献银子 笑话 太祖爷把他们赶出北京 他们赔了吗 高祖爷武征赛外 杀战无数 他赔钱了吗 这分明是欺负我朝软弱 如果答应他们 就丧了我们大明的志气 太祖爷从他们的手里 得天下不假的 那是战争 你死我活 跟克俭杀人不一样 他那么敢是贼 你说什么 你就是瓦剌也先 太后给你回信了吗 太后说赵丹赔赴父 请你们带兵回去 否则 今天咱们都死在这儿 说得对 愿意赔就好办 他还算实气 驾 走 你告诉张克俭 如果我再碰到他 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那颗脑袋先借给他用几天 这座城也是 借给他住住 为何 走 走 走 刚喊什么 我没听清 再喊一遍 喊哪 饭我中华者 罪远必诛啊 谁教你的 都在外出买东西 外面的人都这么说 说我们不该赔他们钱 还派人去道歉 说是折辱了 我朝的威风 威风 我朝怀柔四方 都以孝之天下 寻天理 平四海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还冒出来这样的混账话 笑话 驾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起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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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杀我们的人 杀我们的人 大杀我们的人 杀人 杀人 你菩萨 你叫什么名字 你行行好 带我回大头 我给你好多好多钱 我 将秦梦搁 放你回去可以 但得大汗说了算 我是太皇太后的弟弟 你们不能杀我 我送回去 能有好多钱 好多钱 这几年 是你 天天在草原上抢劫 杀害我的牧民 我到处抓你抓不到 你听不见吗 狗东西 我是太皇太后的弟弟 你们发达了 把我送回去 要多少钱都行 我问你 这几年 抢东西杀人的 是不是你 几个牧民而已 别那么认真 给钱 我们给钱 人是你杀的 我也是你抢的 我是太皇太后的弟弟 让他下地狱吧